想像共創美好將來 主持曹洪、徐家敏、何俊睿 回來第三節的想像共創美好將來 主持有我Carmen和Scarlett 各位聽眾大家好 今節會有兩位新嘉賓 我們先介紹兩位新嘉賓 包括來自國際扶輪3450地區助理總監 第十二地域的Alexander張宇寧先生 Hello Alexander Hello 各位大家好 Alexander也是一位考古學家 很特別的職業 非常特別的職業 另一位嘉賓是來自國際扶輪3450地區 區域秘書蒙古事務Derek Wong 黃樹元先生 Hello Derek Hello 大家好 Derek是從事信託公司董事 歡迎兩位嘉賓 歡迎兩位 Carmen 你知不知道 國際扶輪3450除了香港、澳門還有蒙古 其實蒙古都做很多服務 以及我們有很多方面不同的合作 我很好奇 為什麼會有蒙古這個地區 在國際3450地區 這個時候我也想問一下Alexander 為什麼會有蒙古 或者他們一直以來的發展是怎樣的 不如我講解一下 其實自從1995年 當年國際扶輪他們希望在蒙古去建立扶輪社 現在大家在說的蒙古就是外蒙古 就不是我們中國裏面的內蒙古 所以它是一個獨立的蒙古國家 而當年我們3450地區也想擴展我們的Suite 因為現在我們有的是香港、澳門、粵港、大安區 以及蒙古 所以當年我們就吸納蒙古回來 希望有一個多元化的區域 多些不同類型的服務我們可以做得到 這個多元服務去到蒙古也是非常著重 目前在蒙古有多少社呢 我們都想了解 跟我們分享一下現在的狀況 跟他們的合作、角色上是怎樣的 現在蒙古有兩個區域 他們合起來有18個社 總共大概有450位社友 如果是說扶輪社友的話 其實蒙古這個國家 它跟香港當然很不同 因為始終香港是一個發達的城市 蒙古我們去到它是一個地大脈搏 但是人少 因為整個蒙古只有300萬人口 而這300萬人口 有150萬人就集中在烏蘭巴托他們的首都 而其餘的人口就分佈在這麼大的整個國家裏面 所以做服務就很不同 因為他們基本上就是要很多民生的需要 即是一些我們香港沒有可能想到的 例如包括建廁所、提供熱水 這些在他們那裏我們會做到 但在香港一些這麼現代化的地方 我們就不會有機會接觸到這類的服務 這樣看來地區不同了 無論文化和需要上都很不同 我想問一下其實在香港和蒙古 有沒有一些正在合作的計劃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有和蒙古去合作 做一些兩地合作的服務 或者可以Sander說一說 不如我們說一說 其實這個就比較近期少少的 我們扶輪除了不同的服務範疇焦點之外 我們都關注我們每一位社友 社友都是 包括扶青社友 都是我們大家庭的部分 其實在這個新冠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其中有一位扶青社友 就確診了這個結腸癌 當時其實在2020年至2022年期間 都曾經在蒙古做了兩次手術和若干次化療 但是一直他的身體都還沒好 還沒能根治 但當時其實他的生命已經去到很危急的關頭 就在蒙古國 因為醫療設施相對比較落後 他就需要去外國求醫 但正直就是這個新冠疫情 那個Omicron大爆發 東亞各國其實都是封關 其實他就沒有辦法去其他地方去尋求這個治療 當時我們這個扶輪3450地區 就發動了一個籌款的活動 主要是幫這位扶青社友 就合起來籌了23萬左右的港幣的款項 令到他就幫他去其他國家 最後就去了土耳其那裏 獲得一個癌症化療的醫治 總共在土耳其做了六次化療 現時他的情況都好很多 這個事情就正正說明了 我們扶輪除了服務社會之外 也是更加關心我們每一個社友 每一個社友或者扶青社友 都是我們大家庭的一部分 一百個都是 這真是幫他改寫他的生命 因為這個服務除了我們幫一些公眾之外 扶輪社的社友 原來他自己有事有需要的時候 大家社友之間都很支持很幫助他 剛才阿利桑說到社友上除了關心 我相信在合作上 可能你們互相互相交流 甚至乎剛才阿Derek說 我們比較現代化 他們可能連廁所或其他部分 都可能是一個問題我們要關注 有沒有一些計劃 我們可能將我們現有的技能 或者知識專業帶給他們 讓他們提升他們的技能 有的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年 例如其中有一個服務 就是我們的前區域總監 習醫生 他當年也是處理蒙古事務 他去到蒙古 他是一位骨科醫生 他將他的經驗帶到蒙古 和當地醫療團隊 分享一些香港比較先進的骨科技術 包括換關鐵 一些當地未有的 還有蔡醫生自己的經驗和技術 令他們團隊可以在當地 亦都做到同樣的技術 他親身示範了在當地有些病人 他當時應該自己有做到的個案 令到當地醫療團隊有這個知識 有這個技能 去服務當地市民 這個交流很重要 我知道除了這兩個故事 你們還有很多故事 是關於蒙古和本港的合作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多些 或者我也分享多些關於醫療方面 其實過去蒙古這個國家 都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醫療技術大部分集中 在首都烏南巴托 其實國家這麼大 其他地方的設施相對落後 其實我們香港的扶輪 和蒙古的扶輪 會有很多合作 例如我們曾經在這個香港扶輪社 捐贈了一輛月夜的救傷車 給蒙古國 因為在野外的地方 就是你一個正常的救傷車 其實是運作不了的 也需要一些有特殊設施的 裝備的救傷車 過去幫助偏僻的地方 野外的地方的民眾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很積極在蒙古 推動這個包括器官捐贈 和捐血 當然在香港這個大城市裏 可能我們說一個器官捐贈 或者捐血是相對方便容易的 其實疫情期間 我們近期都見到有個 小朋友是需要在國內 來一個器官 在蒙古有這麼大的地方 我們扶輪就更加有一個新的計劃 去贊助快速器官捐贈 幫助當地的市民 其實真的做了很多事 不過又很好奇 現在疫情在合作上 會不會對你們來說 都會遇到一些障礙 因為始終跟蒙古 我們是會有文化上的差異 大家背景的不同 語言的不同 我想都是現在 我們剛好在疫情 也多了用一些 虛擬的網絡去溝通 有視像會議 大家去開會 始終蒙古是有年輕的一代 他們相對的英語水平是會好很多 他們可以扶青的社友 幫忙跟燕窩在我們的會議裡 幫忙做翻譯 或者跟他們多說幾次 因為大家都懷著一個做服務的心 應該都可以達到那個共識 除了在語言之外的障礙 因為都有一些扶青可以做到翻譯 還遇過一些什麼障礙 你們又如何克服 因為剛才聽說 兩個地區 無論在文化或需要上都很不同 不如我講一講 其實過往也有些扶青 是蒙古的扶青來香港參加我們的活動 其實當時他們就是 因為那個經費所限 他們就會選擇去到內蒙古 再轉飛機去深圳來香港 當中其實就是 這班年輕人 他們都真的那個求之欲很強 也都很為了想做服務 押低成本都要過來香港 和大家去見面 這也是一個令我們很感動的地方 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之好 因為求私慾 以及他們想學多些東西 其實香港這裏 就盡量去滿足他們 去幫他們做了很多事 但是在香港本身來說 因為我們剛才聽說 其實對年輕人你們都很關注 香港這邊的扶青 扶少 有沒有就是鼓勵他們去多些蒙古 希望他們做多些交流 這個當然會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年輕生一代 可以多些去走出去 包括當然在我們自己的區裏面的國家去看一看 因為真的好像我開始說 跟香港我們現今的社會是另一個世界 去到沒有很發達的鐵路網路 亦都沒有很漂亮的酒店給你住 亦都沒有很舒適的生活給你過 那你去到一些很原始很基本 大家是說要一些最民生基本的東西 我想對我們新一代絕對是一個好的體驗 剛才說到其實我們跟蒙古的合作 蒙古那邊很受惠 你也有鼓勵一些扶青扶少的年輕人去參與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參與過的香港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有什麼轉變 或者有什麼得著 這也是我想問的 其實香港那邊 剛才Derek說的 上去後全部都不同 他們的心態會不會覺得 上面這樣就不一樣呢 其實我們香港澳門的扶青 在這麼發達的城市長大 其實很多事情大家可能會覺得理所當然 正正因為我們是有交流團 去到蒙古帶著扶青扶少去 去真的體驗當地人的生活 住在烏蘭巴托城市的人生活還可以 都可能是類似香港的六七十年代 但是你說野外的地方的人 更加生活是很落後的 這個是令到我們的年輕人 更加是會 不單止說我們要幫他們之餘 更加要珍惜現時我們在香港的生活的環境 那未來呢 接下來有沒有一些什麼計劃 接下來都會多些是跟他們有合作的 或者有什麼方向其實都定定了目標 是會去做的呢 會的 因為我們始終都會根據扶倫的七大服務方向去做 接下來好像剛才第一個 翟醫生之前做過的一些醫療分享 接下來我們也籌備另一個 就是關於心斃復甦方法 我們會有些AED的機器 連同醫療團隊也上去分享技術 去做一些醫療上的分享給他們 除了醫療 你還看到接下來在蒙古那裏 有些什麼需要呢 在你們那裏策劃不同計劃的時候 你們會有些什麼需要呢 都是跟隨我們七大支柱 包括婦女 健康 乾淨水 還有教育 也有環保和和平 接下來會不會有考慮有些計劃 即是會再上去蒙古 因為現在其實都慢慢慢慢去開關 在這個部分會不會都定立一些目標去做 有的 我們持續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計劃和服務 是跟蒙古合作的 剛才我們所說的只是一小部分 例如接下來也有另一個就是 我們會去籌款買一些閱讀的機器 幫一些蒙古的兒童 可以有機會看到他們的視像書 這些也是我們接下來的服務之日 其實這個不錯 幫一些視像的小朋友 都可以看到書 但這個就要有一個很大的計劃 看看要怎樣去做 剛才聽到我們第一節和第二節的嘉賓 來到第三節的嘉賓 都說了很多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聽多一些未來還有什麼參與的部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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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